森美第六年担任星级有机大使 她开玩笑说今年之所以会再成为大使 都是因为疫情关系 主办单位请不到其他艺人 虽然森美这么说 但是她健康的形象大家都有目共睹 这天森美就大方分享有机生活的心得 我自己我是一家自主 平常的时候我都希望他们吃得比较健康一点是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吃有机的食物 蔬菜还有鱼 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在家里面 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就是有时间在露台还在天台 种自己喜欢的蔬菜 我觉得健康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要爱一个地球多一点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森美在活动上透露平时会和一众同事 向本地农夫订购有机蔬菜 有机蔬菜她就吃得多了 不过亲身去到有机农场 骑着单车拍广告 她就说有点难度哦 挺难的因为那些路比较窄嘛 还有就是在骑探车的时候 我不可以看着我的路 要看着看上去很肉软的感觉 还有就是身边有很多你知道那些肥料 这全都不是天然的嘛 天然的不是普通的肥料嘛 所以那个是挺担心的 幸好最后没有跌下来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 森美的17岁大儿子也由英国回港避疫 森美也觉得好像因祸得福 多了很多一家人相处的时间 因为我的儿子他也从英国回来 比较多时间大家在一起 我跟他有时间的时候都在外面跑步 跑步的时候他现在比我跑得快 现在他不等我了 所以在昨天晚上我不跟他跑了 因为他太快 放弃他 放弃他 因为他放弃你 对对对所以我放弃他 但是挺开心的 因为看着你自己的儿子长大 他比你强比你跑得快 是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享受了一种改变